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肖战日常 小飞侠再次忙碌起来 纷纷打卡肖战去过的咖啡店 以至于咖啡店的老板娘 都非常喜欢肖战和他的粉丝 因为原本并不景气 如今却火了起来 到达现场之后 看到了肖战粉丝的素质 尤其是肖战对粉丝 尤其是粉丝对肖战说的那八个字 看过了多少人 哪有人能够未卜先知 没有在上海偶遇肖战 所以小飞侠便纷纷打卡那家咖啡店 咖啡店的老板娘 将肖战坐过的位置留了出来 而粉丝却并不想搞什么特殊 让咖啡店白白吃去一个就餐区 所以就自行买了两杯咖啡 放在那张桌子之上 这样一来 既可以保证那个位置原本的经济收入 又可以为前来打卡的小飞侠 提供拍照的道具 而且还是战战同款 这一点就已经让人 是忍不住竖起大拇指了 然而小飞侠的高素质 还不止如此呢 不用看就能够猜到 现场的小飞侠一定特别多 毕竟那么多场的 开小灶的线下活动 是大家有无共睹的嘛 然而到了现场之后呢 肖战的粉丝虽然多 但是却都非常有秩序哦 排着队不吵不闹 眼睛里是写满了开心 这份竟然有序 看着简单 做起来呢却并不容易 然而互不相识的小飞侠却做到了 无一例外 难免让人心生敬意 因为去咖啡店打开的粉丝特别多 所以呢从早到晚一直都有 因此有粉丝呢 自行买了新的两杯咖啡 替换掉了桌子上的咖啡 有的人不理解询问 咖啡不是用来拍照的吗 换新的太浪费了吧 粉丝把之前的咖啡给喝了 说那两杯放的太久了 既没有消费 又让后续来到的小飞侠 拍到新鲜的咖啡 明明彼此之间并不认识 可是在那里 大家却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互进互让 相谈甚欢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喜欢的人 因为爱而行 因为爱相聚 其实呢这不过是一些小细节 但是细节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直接暴露了肖战粉丝们的素质 真的很高 并且呢黑子口中的饭圈 耻辱也并非是种种不堪 如果说这份高素质 不能够代表所有肖战粉丝 那也别用一些个别不理智的粉丝 去代表所有的小飞侠 总要一碗水端平 才有说服力 在肖战粉丝打卡咖啡店的过程中 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高素质和信念 他们在追随肖战的步伐 等待的也同时在学习 不仅如此 粉丝还给肖战留下了八个字 向阳而生我们都在 这八个字顺终戳中戳中了 很多人的泪点 那些真心喜欢肖战 并且一直都很理智的小飞侠 一定忍不住落泪了 因为只有他们才懂 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明白吞下委屈的滋味 肖战向阳而生 带着粉丝也带着满眼接光 一句我们都在 承载着几千万小飞侠沉甸甸甸的爱 无论过去如何 未来一定不错 而近期关于韩国粉丝 为迎接肖战的生日 并发起专项活动的事情 在网络上传播开了 而在看到他们所参与的这项活动之后 不少国内的肖战粉丝也都感动不已 因为他们是在传播饭圈正能量 而做好事就应当被表扬 其实说到肖战的生日 尚有不少时日 因为他的生日是在10月5号 粗算下来还有一个多月的光景 不过在很多韩国粉丝的眼中 已经开始期待这件事了 为此还专门发起了一个专项活动 捐款接力 而且还是以流浪动物 为帮助对象的公益 捐款接力 参与的方式也是相当有正能量和人情味的 那就是粉丝们以肖战的名义 像需要帮助的流浪动物所在的 流浪动物保护所捐款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形式 在发布自己的捐赠信息的时候 需要带上一个话题 注意兔子队长的生日要来了 用践行公益的方式 去变成更好的人 去传播正能量 这才是追星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这项专项活动 无论是从主题 还是从实现方式 都特别的有意义 既能够将肖战带给大家的正能量传播出去 也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些善事当中 并不是为了迎接而迎接 而是在迎接肖战的生日的时候 也彰显正能量 与那些纯粹为了庆祝明星生日的方式的相比 真的要好很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粉丝发起的这个专项活动的话题 注意兔子队长的生日要来了 将肖战与小兔子联系了起来 即便是在国内的粉丝群体当中 也是相当常见的了 至于为何呢 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有的说是 肖战在笑起来的时候露出的牙齿是兔牙 再后来记得他曾经发过一张兔子萌照 配的文字是自拍 也就算是官方热领这个称呼了 而兔子队长与保护流量动物也是相当契合 所以由此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 传播饭圈正能量 不仅仅是只有国内的肖战粉丝在行动 反观韩国的粉丝也同样如此 用践行公益的方式去追星 去变成更好的人去传播正能量 这才是追星的最好方式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图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